你喜歡的歌嗎? 是 Tylos 然後San Smith We Can 對,都是大家比較熟知的 這兩年喜歡一個 英國樂隊還有一個瑞典樂隊 一個叫做PREP PREP 還有一個叫做Dirty Loops 你喜歡的歌嗎? 我一個在餐廳的前輩 覺得我很適合啦 他就一直跟我推薦 後來他自己幫我報名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也比較被動 當時我覺得自己的現狀就很好了 也沒有想到要做什麼東西 那就是因為朋友的推薦 所以去參加了星光大道 張學友 鄭忠基 然後 張信哲 西洋的話就是Michael Jackson 我在做每一首歌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會大紅大紫 沒想到 對 講實話 我在做每一首歌的時候 我都好有信心 我覺得這個好聽到爆 結果沒有反應 對,都是這樣的 因為你在創作的過程 你就是因為喜歡 你對他有信心 你對他有愛你才會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發表 但是真正大家給你的回饋 你是沒辦法去控制的 我覺得一切都是緣分 我上一張的隔離套房 2827 我自己製作 然後自己編曲 裡面滿多 對我的想法 小心思 或是一些創意 包括MV的拍攝 就對他很有感覺 其實我很喜歡一首慢歌 應該 這世界上沒幾個人聽過 有一首慢歌叫做 我都忘記歌名 燈思裡 喔,燈思裡 對對對 我自己滿喜歡這個慢歌 燈思裡 嗯 我們都是先想一個 我們認為 自己最開心的方式去詮釋它 我覺得大部分現在 大家都會去 因為大數據的關係 大家會去 為了這個數據去做事 嗯 就導致 變成有一個現象是說 不是說不好 而是有一個現象是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在做一樣 一個事情 一個方向 一個思想 娛樂產業 其實它是一個千變萬化 它是一個很開心 充滿色彩的地方 但是 因為 嗯 對,我剛剛說的 然後呢 大家都變得一樣 變得很單一 變得只有一個顏色 那也就飽和了 所以我就很希望 就是大家都 大家都 如果能夠堅持做自己 想做的東西 那就堅持吧 讓我們的 我們的作品更有層次 更有不同 更有色彩 讓我們的聽眾更多選擇 我覺得這才是 華語市場 我們一起努力的 也不是只有 音樂市場 就是說 無論是節目 綜藝 甚至是電影 電視 專輯 各個 都一樣 就是 我們應該是堅持 想表達 我們想表達的 然後讓我們的聽眾 觀眾 有更多的選擇 有更多的 嗯 資源 能夠看到更多 不一樣的東西 我當時隔離 隔離的時候 在成都 隔離了十七天 十四天 然後 後七天 你要在 本地 待滿七天 然後呢 我就在成都生活了 整整七天 嗯 然後四處走 四處看 然後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吃了一下 覺得這邊真棒 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沒有啦 努力 努力 不要不要 我換一個 我換一個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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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剛講過的對吧 刪掉的那個 再拉回來 然後 開心 好 開心就好 как 可想 怎樣